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录影方的就是福老师 福老师你好 观众朋友们好 如果大家要是有上过福老师课程的 应该对福老师是非常非常的了解 如果大家要是没上过福老师的课程 那我在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下 福老师呢 非常多年一直关注我们LGBTQ 这个群体一直在服侍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福老师 您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 您这个过去是多少年 从事在这个经验里面的 我其实自己在大学的时候 我就对这个议题蛮有兴趣的 因为我那时候在台湾 我正在念大学的时候 同时在救国团张老师做义工 就是帮忙辅导 那时候我就接受到一封信 那是一个他有同性吸引的 一个大学男生写的 哎呀那真是非常扣心弦 但是没有人会回答 那我就到处问谁可以回答 最后那个救国团张老师的督导 他就看我很有兴趣 他就借我书 让我去回了这封信 哎呀那时候就觉得 非常禁忌的一个话题 报纸电视 一般人的谈论都不会提到这个方面 但是有一个这样子的 确确实实的人在那边 写了这封求助的信 那我就觉得我的装备不够 但是心里面对这个议题就开始有负担 对 然后我自己是 因为后来我在教会做传道 那我在修教母博士 开始要做论文的时候呢 我就是在想说 如果要写的话 我就愿意写同性恋这方面 因为后来在教会服事当中 多多少少也接触过一些这样子的事情 那就是开始有负担 就觉得这一群人不是像一般人觉得 好像很不入流的一般人 他们也是神所爱的 他们也是神要去拣选来的一些的 未得之名 那所以呢我就在2015年到2018年 我就从事一个论文 我的题目原来是 教会如何关顾同性恋者和他们的家属 但是后来就把它更扩大了 就是说华人教会的同性恋事工 那就讲到说教会应该怎么去对待这一般人 所以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读大量的书籍啦 文献啦中英文的啦 然后我也亲自到台湾到香港去做访谈 因为那边有这个同性恋的机构 所以可以提供给我一些的同性恋的家属啦 还有这个同性恋者 还有这些走出来的 因为也要做问卷调查也需要有足够的族群 所以我基本上是在那边做的调查 然后呢我回来以后整理这个论文 2018年我拿到教目博士以后呢 我心里面就开始想 就是说神让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有负担 然后一直在同事这个研究 那我应该去把它发挥出来 因为做一个教会的传道是很重要 我也非常非常喜欢那个服饰 在那个教会15年 跟弟兄姊妹都建立了很好的感情 但是呢好像神就呼召我说 我另外有羊 不是这个圈里的 我就在想事啊 在北美在美国 好像没有一个特别的机构 来帮助这些的特别的族群 所以我也跟教会有一个很好的沟通 2019年初我就离开了教会 开始就做一些的讲座 第一次开始做讲座 就有一些家长就浮现出来了 哦是哦 我就有一个很动人的一个家长 听到他说 福老师正在讲课的时候 他说我真是听到不行了 我必须把自己关到厕所去大哭一场 因为有些东西一直压抑在里面 也没办法说 也没办法跟别人分享 然后终于好像有这么一个线索 有一个这么的机会 把他掏出来的时候 他说我真是忍不住了 我今天要在你们众人面前出柜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 哇这样的家长不知道还有多少 所以是他自己 不是他的孩子 他的孩子早跟他出柜 我们称这种人叫做贵父母 就是说儿女出柜时 父母入柜日 因为这些儿女都是非常顶尖优秀的孩子 是 所以呢 我们就是这些接触的家长 多少的孩子都是长春藤名校的啦 就是一路上这种顺风顺水长大的 所以家长从来没有想到 这个LGBT会跟我们家挂钩上 对 所以这家长简直受不了 他又不能跟别人讲 就把自己就封闭起来 所以我们称他叫做贵父母 好我们说closet out of closet 这些孩子们也是隐忍了很久 终于跟父母说出来了 说出来以后父母又不行了 父母又把自己关闭起来了 那所以后来我们就成立了这个 我们叫做真爱使者家属团契 就是让这些家属能够有一个support group 支持小组 那我们现在两年多 我们已经有一百多个家庭 就是遍布在北美 美东 美中 美西 美南 加拿大 欧洲 亚洲 欧洲亚洲比较少 大部分在美加这样子 那我真是觉得非常的感恩 就是说这些家长常常会说 如果没有这个家属团契 我们要怎么活下去 对 那来到这里就觉得 我们可以卸下面具 对 我们可以说一般人懂得的语言 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神 让我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勇敢 有一个负担 就是说跨出来 跨出自己的舒适圈 所以我们也为着这个家属团契 里面很多的家属 那么样的祷告 拼命的祷告 因为除了祷告没有别的方法 是 这样一听来 就是我们经常很忽略的 就是家长这样一个群体 您真是从事这个事工开始的时间 那么早 我的确是没想到 因为当我接触到说 同性恋这样的概念的时候 我都是teenager了 而且当时我接受的时候 都还很难理解 就是我在那时候 我想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就是男生喜欢男生 女生喜欢女生 所以就是对您来讲是非常先锋 在那么早的时候 就已经接触到这个族群 对 那我们现在聊到了家长的问题 其实我不知道 因为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这么多年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 有一个爆炸性的趋势 在最近的这些年里面 不管是说网络媒体开始了之后 在网上宣传的这些 包括现在像政府 他们也非常的提倡这些的宣传 那就是使得这个趋势有个更加爆炸性的成长 或许以前人数并没有那么多 但是现在人数变得很多 那就像你说的 这种情况就带来有更多的贵父母 很多我们这个观众朋友呢 也都是基督徒 然后他们面对现在所有的社会的这个风气 还有学校里面的教育 他们会产生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说我应该如何教育我的孩子 不要被这些东西的文化洗脑 还有另外一种 如果我的孩子已经是LGBTQ群体里面的人 那我在家庭里面应该怎么办 所以今天这一集我就想说 就着这个家庭里面的问题 我就想要请教您 您能不能给大家一个帮助 就是说碰到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办 一个是如何避免 第二是如果已经是了 如何教导孩子 我觉得这个问题太好了 这也是我的负担 就是说我们在问题还没有发生之前去预防 所以我呢到各处做讲座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题目就叫做 如何培育儿女的性别自信 最主要是一个gender的一个confidence 所以要紧的性教育 我们还说不要交给教会 不要交给学校 因为现在学校已经非常左了 那学校常常灌输一些 我们都有实力 很可怕的一些实力 那我觉得最要紧的就是孩子还小的时候 就是在家庭的里面 那在家庭里面呢 我怎么做性教育 我不晓得怎么做 我觉得我们也不需要做的 好像很明显 或者说孩子啊 我们坐下来来谈谈看 这个小孩是怎么出生的 可能小孩对这个还没什么兴趣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要在家庭里面 营造一个非常公平的 彼此互相尊重的两性的关系 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里面 有爸爸有妈妈 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况 那爸爸呢 就是能够尊重妈妈的这个职份 虽然她是一个女性 但是呢不重男轻女 也不重女轻男 所以呢彼此就是父亲会尊重母亲 那母亲也能够尊重父亲 有时候就是母亲的权势太大 那么让孩子就觉得说 我们家里面是妈妈是那个 是头 对对掌控的 那我们就是彼此之间 有一个互相尊敬的这种态度 那给孩子呢就是觉得说 我们对他们也是不要重男轻女 有一些家庭就是 非常的看重男孩子 因为他们可以carry on 这个家庭里面的last name 对不对 传宗接代 那女孩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 对 那我们也真的发现 好些这种男童性恋 女童性恋 其实很多就是在从小的时候 就是被这种耳濡目染 一些你看不到的东西 但是呢那种气氛就让你觉得说 哎呀女孩子是没用的 那男孩子才是 这个将来可以成大气的什么的 我举个例子 就像有一个姊妹 他也差不多六十多岁了 但是呢他很好 他愿意把他从小的故事剖析出来 他从小在外公家里头长大 那这个外公呢就特别特别的重男轻女 但他是个女孩 可是就把他当个男孩去养 他连他的外公的父亲 外征祖父都给他取个名字 就是那种光宗耀祖那样子的名字 你知道 然后呢这个外公跟他讲故事 就是讲这个三国演义 然后呢他从小就觉得说 哎呀当男孩子是可以拼命打仗的 那女孩子是没用的 他从小就被这些的东西 耳濡目染当中 是 所以他到了初中 开始那种性倾向 开始发育的时候 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 他不但是一个性格的发展 心理的发展 而且是一种性的发展 我们叫做psycho sexual development psycho psychology是心理 那sexual就是心理跟性 是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这些孩子们从小可能 他该跟同伴 女孩跟女孩玩在一起的时候 他没有玩够 那到大的时候呢 他可能对这个男孩子 也没有什么兴趣之类的 就是像我刚才讲到了 这个女孩 从小因为一直被灌输 就是男孩是成家立业的 男孩是骑马打仗的 所以呢他从小就安排 他下面生了 连续生了三四个妹妹 所以他每一次呢 跟这些cousin都是女的 那跟他们玩在一块的时候呢 他就当男的 他在找一些邻居的男孩来打仗 然后这些女孩全部都是做炮灰的 就瞧不起他们 你知道 就是从小的观念就是这样子 到他慢慢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呢 他就感觉到说 他自己愿意做一个男生 他愿意去保护那些弱小的女孩 所以呢他就做了这个 真的在他们同学当中 他就找了一个好像比较弱啊 比较那个刚从外地搬过来的 一个女同学 那就跟他就好起来 天天就是两个人一同上学 一同放学 那么经常又到他家去做功课 那慢慢慢慢 这种友谊就变成了一种爱情 所以后来他们两个就发展出来 这种女同性恋的情谊 那对他自己来讲 他是从小 那对那个女同学来讲 我自己感觉也有可能是比较后天的 因为你都在一个 不被重视的环境下长大 忽然有一个女生 这么献殷勤 好像常常送你小东西啊 无为不至的呵护你啊 那别人对你都是不采不理的 但是这里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让你去情感去依赖 所以就在他的里面就产生了情感依赖 所以这个就造成 这一位姊妹 她的那种女同性恋事 在她的生命当中就随着她 所以我就觉得一个家庭 如果在从小的时候 不让她感觉到说 男女是一个均衡的角色 那彼此之间要互爱互重 男有男的优势 女有女的优势 彼此互爱 是啊 傅老师你讲到这个 我就想说人真是不能离了圣经的教导 神说的真的没错 你看这个男人跟女人在家庭里 说丈夫要爱妻子 然后妻子要顺服丈夫 其实这个家庭里面一个地位的关系 真的能够影响到孩子 我都没想到说 你看你去背逆神的这样一个意愿 神对家庭的意愿 你会产生出多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还有一个是男生的例子 那她的家里刚好就是女强男弱 所以呢 她的妈妈就是 在家里就是像武则天一样 她也自称是武则天 什么东西就是妈妈说了算 那爸爸呢 就是原先她有一些意见 实在也没办法 到最后也只好变得隐忍 那她的哥哥呢 在家里面也是常常发脾气 因为妈妈常常发脾气 所以饭桌上都经常吵架 那这个男孩子呢 他是一个非常在功课上面 优秀的一个男生 但是他自己的心性发展 就没有办法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psycho sexual的发展 他就没有得到一个 好像在男性的那个 gender上面被滋养 因为爸爸也很少对他关心 而妈妈出来的就是一种 很强很强的强势 所以他里面呢 我自己看就是多少 他对女性会觉得厌恶 逃避 那男性呢 又没有办法 好像加强他的那种 男性的特质 对 得到肯定 所以他在对于他自己的 男性特质上面 是有缺欠的 是非常的不足的 以至于他到了成长 像我们说teenager 青春期的时候 开始一般的男生女生 会喜欢异性了 对 可是呢 因为从小这种压抑的关系 他到后来就发现 他很需要有一个男性 强有力的背绑 来抱着他 来让他可以 好像依偎在他的肩膀上面 他需要这种很强的男性特质 来做他生命中的一个保护 是 所以你说他怎么会去交女朋友呢 他就开始对男性有很大的渴望 这就是他的一个心路历程 很多人会讨论说 同性恋到底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 其实根据您的这个服饰的经验来看 绝对就是从后天的这个 不管是说家庭的里面 或者是父母的关系 或者是他们比如说一个男生 小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个 真正成熟男人的样子 一个男性的特质 还有对家庭的这样一个保护等等 这些都会影响到他们后来心理的发展 所以我们是说到现在为止 因为也曾经在90年代 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潮流 就是说有同性恋基因 这个是先天的等等 但是呢我们去看的时候 他们做的一些的研究 无论是双胞胎啊 或者是一些死去的同性恋者大脑的研究了 最后都没有一个可靠的一个科学的依据 可以说这个是先天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说 总结可以说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科学证据 可以证实说同性恋是先天的 那我自己感觉比较多 是属于后天的 这个家庭是很重要的因素 特别是孩子还小的时候 两岁以前 如果家庭里面 父亲跟母亲 这两个最重要的 他生命中的一天跟地一样的 如果家庭里面这样的关系不够稳固的话 这个孩子甚至他连自己的存在意识都会受到挑战 好我们就说他不知道他是谁了 因为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依附的对象 一个attachment 对那从您刚才跟我们讲这些 就是能够明白 就是说家庭教育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就是 夫妻的关系要好 而且要按照圣经里面的次序 去过家庭这样一个生活 要是做好了 在这个方面就不太会给孩子的影响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很多小孩 他或许家庭已经很好 然后父母都是基督徒等等 那当然了我们也不能保证说基督徒 就完全说那个按照神的生活去生活 这也不是说百分之百一定能够做到 我们不能排除这样一个情况 但很多孩子他去了学校之后 他受到这些冲击了之后 他如果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或者这样一个转变 在家庭里面应该如何去引导 是我想我还是再回到第一个问题 再多琢磨一点点 因为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重要 就除了父母之间 他们彼此互相的尊重 两性的关系 角色是非常的平衡以外呢 还有一点就是说家庭里面 一定要营造一种气氛 就是说孩子们可以说 像我就常常觉得在晚餐桌上 因为大家都放学了 父母下班了 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一定要很珍惜 每一天的这个small talk table talk很重要 那父母都可以自己先说 今天我有什么ups 我有些什么downs 那爸爸妈妈上班也会被别人排挤 或者在开车的时候 碰到一些人很粗鲁 就是可以很透明 很自然的说出来 然后问问孩子 你们今天在学校怎么样 孩子有时候在学校会被霸凌的 孩子有时候在学校 会被老师教错东西的 那他们敢说出来 而且他有一个管道可以说出来 特别有时候如果我们就周末了 我们就到McDonald去吃个简单的晚餐 而且到那里就吃饭 所以孩子们就就开始可能高兴了 他就有一些话说出来 那这个也是很重要 就是anyway 我们要营造一个气氛 让孩子可以有话 可以沟通 你不要等到他长大了 他变成了一个同性恋 你妈妈说 你说啊 你说啊 你为什么变成同性恋 他说不出来 这么深的一个很private的问题 那这是跟性有关的 这说不出来的 那那时候就too late 所以就从孩子们小的时候 我们要珍惜每一个small talk的机会 那说哎呀糟糕 我的孩子现在已经denager了 怎么办 never too late 你就开始在家里面 常常用一些很轻松的话题 那么让孩子们能够打开来说 等到他有一天 真的有这么大的一个issue 他要讲 他不讲他也很痛苦 他讲又很怕你们打死他 是不是 所以太多这样的这个例证了 那我们就是说 要注意在家庭里面营造的生活 那我们现在就mov on 到这个学校里头 那学校的确是 我觉得 我非常感谢你会address 这个学校的问题 我就举一个例子 我们有一个家属团契的一个姊妹 她的女儿呢 到了高中的时候 居然学校邀请了一个跨性别的人 transgender 到班上来演讲 你看基督徒 牧师不准到教会里面去跟他们传福音 但是为什么这个transgender到学校 我不知道 但是呢 这个孩子 他听了以后 因为他自己心里面一直都有困惑的 我们说这种gender dysphoria 就他对自己的性别是有不安的 那听了这个以后呢 就好像就把他里面的一个东西就挑起来 就一直上网去搜寻 现在这个网路太方便了 孩子到最后跟父母出柜 说我是跨性别 这个完全就是从学校里面那样子的一个勾引出来的 我说勾引 因为这是trigger 对 这可以trigger的 尤其现在我们说这个性别不是一个稳定的 它是一个流动的 它是一个fluid sexuality fluid就是说它是一个流动的 你可能现在是女同性恋 后来也变男同性恋 所以呢 他们需要就是有一个很稳定的环境 否则呢 他们就被挑动了 那这个女儿出柜不得了 就跟妈妈写了三大章的罪状 控诉妈妈 你从前怎么样对我不起 哇 这个妈妈听到女儿说 我是跨性别 这个妈妈马上就不行了 就进到忧郁症了 啊 真是痛苦 你不知道那种私心巴肺的痛苦 所以跟主流社会是不一样的 跟自己的期待不一样的 跟自己的信仰是非常非常相左的 这个父母做母亲的很痛苦 真的就就进入到严重的抑郁症里面 但是当然感谢主他那个时候他还他还不信主 后来因为忧郁症的关系 那么他信了主 后来真是拼命靠着主 几年来这个女儿慢慢有一些的转机 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这个学校呢 我们也听到尤其是最近 这个学校的老师给初中学生 就玩一些游戏 游戏里面就是后来就是 我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游戏 好像是有一些卡片啊什么的 拿到了就说 你是女同性恋啊 你是异性恋啊 你还是双性恋啊 你还是无性恋啊 你还是跨性别呢 然后拿到的话就要说 我这是跨性别的 我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那这个就给那个孩子 里面就开始打上了问号 是吗 我真的是一性恋呢 还是同性恋 还是双性恋 还是跨性别呢 那这个老师自己是一个女同性恋 然后也会在课堂上秀这个照片 秀恩爱 哦这是我的wife 她自己是个女的 但是呢 她的那个同伴 partner是一个女的 她是我的wife 而且小孩子很单纯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说 为什么家庭里面 你不要把这些事当做一个很隐晦 不谈的 你以为不谈就没事吗 教会以为说我们就不说不听 就没事吗 是 学校里面大谈特谈 这些孩子没有一点点的保护力 那怎么办呢 是 好所以家长要提早就去问问他 诶学校里面有些什么新鲜的事吗 什么的 那当然这个母亲发现以后 她觉得很痛心 所以她觉得她要搬家 离开这个太自由的加州 哦 所以她决定要搬家 对对对 等等呀 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这个学校 的确有很多超纵的因素在里面 是 因为这个例子 就是你刚才说是有那个跨性别 到班里去演讲 之前我们频道下面也有人来讲 说他们学校邀请了一个 也是是同性恋还是跨性别的人 是学校整个开大会 说把他作为一个成功人士的 这样一个模范 然后邀请到学校里面来做演讲 然后这个家长就说了 就说这成功人士有那么多 你怎么就非得在这方面成功呢 就是你为什么要让孩子 就觉得说这是一个成功的象征 包括你说在学校里面 老师就秀恩爱 就说你看这是我的那个妻子 这是我的老婆 那小孩就会觉得说 哇这样的感情让人羡慕哎 就这很好啊 现在潮流不一样了 你看我爸我妈老古董 对吧 现在俩男人俩女人 或许是多个人组成的家庭 他们也都感觉说 这挺和谐的 这不是也挺好的吗 所以这样会给孩子带成 很多的误解 那包括像您刚才讲到说 这个家长他可能觉得说 家州现在已经特别左了 太自由了 说可能要搬家 但是我个人的看法 就是感觉说你搬到哪 其实没太大用的 不管是蓝州也好 红州也好 右派的州也好 左派的州也好 其实这些年轻一代的这些老师 他们是LGBT友 他们已经存在在各个地方 红州的话也是有 所以我个人的建议就是 教会开始琢磨开学校吧 家长开始琢磨Home School吧 我觉得这个是能够比较好保护孩子一个方式 有很多家长觉得说 我孩子那个挺坚强的呀 虽然他现在九岁十岁 我在家里给他教育 我让他上学校去做光做眼去 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就是怎么样 可实行吗 这个 对 我自己是感觉到 当然HOME Schooling 这个利益很好 就是原先的意思是很好 但是呢 也很关乎这个家长怎么去教他 那不是每一个HOME Schooling 都是完全成功的例子 是 对 那公立学校呢 有公立学校的拜扁 但是呢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走的 那么左的那条路上去 所以呢 我当然很祝福那些选择在家教育的 那这些家长 我自己非常的敬重他们 但是呢 也要看看合不合适 因为有一些孩子到最后 就跟家里起革命了 他们受不了了 他们想要到公立学校去 如果家长还是压着他们 勉强着他们 那也会出问题 对 所以我们没有说一定什么是好 但是我是觉得神给我们很好的 很宝贵的一些的价值观 那这些价值观从小的时候 跟孩子们要很灵活的去运用 千万不要用很律法的方式 你说你就是要跟我去上主日学 你就是要给我去这个青少年团契 那我们当中很多的人都是这样子 一路教会这样子长大 甚至在教会里面有服饰 但是后来受到的这些影响 你没有办法想到现在的这些的影响力多大 因为我们不要忽略了 这些学校也好 这些舆论也好 很多是因为背后有这个同性恋运动 他们是一个很大的movement 这个LGBT的movement 他们在当中就有一个目标 就是说我们在多少年的时候 就像我最近看到一个 好像是2025年的时候 电视啊 这个媒体啊 上面谈到这个LGBT的这个角色 好 你演一个电视剧或者演个电影 就要达到四分之一的这个分量 这个里面的主角啊 或者配角啊 就是要有这一些 所以一些相干不相干的里面 他就会两个同性的去kiss啊 或者有个同婚啊 是 就把这些东西就无形中教育给孩子们 所以我们也要注意 这个背后的推手 所以不只是学校而已 还有这些的舆论 这些的媒体 这些的网站 这些的影响力到处都在 好 所以我也是讲到说 除了家长家庭 大家要要先装备起来 知道说我们现在这个仗 不是说你打或不打的问题 而是说仗已经打到家门口了 你要不要迎战 教会也是一样 教会也要来谈这些的议题 是 你不要把这个当做一个很隐晦的 当然就是说牧长 欢迎你们也来接受装备 知道说我们可以怎么样的谈 谈了以后 孩子们会很appreciate 我知道有一个德州的一个牧师 他说他就每年用一个月 就是做性教育的月份 他就跟这些青少年啊 这些大学生啊 谈这些议题 青少年孩子最后跟他说 牧师你不能光跟我们讲 用英文讲 你要用华语 用粤语 去跟我们的家长说 要不然我们在教会里面 得到这么好的资讯 就是说比较好像开放一点 我们家长都不懂这些 所以你知道这个 大家都是要一起来 我们都群策群力 一起来面对这场的争战 对我觉得您说这一点 非常非常重要 很多的时候家长就是工作忙啊 太忽略了这一方面啊 很多时候就说我这个把孩子就送到学校去 学校做什么 反正他做他的事 我做我的事 晚上回家一起吃顿饭就完事了 也没有说特别去关心小孩这个心理方面 或者是他在学校到底经历了什么 或者他真的在学习什么的这一个方面 就像您刚才讲的 这仗不打不行了 这不是说你选择打还是不打的问题 很多华人家长会觉得说 这种事跟我们华人孩子没关系 我不知道这个小板是哪来 或者是华人就是接受到的这个思想 一直都是比较保守 就是家长这一代 他们就会觉得说 这事跟我们华人孩子没关系 这事呢都是跟老外孩子有关系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 孩子都在学校里 孩子他们接受的这个讯息 他给你传递你听到 他才不管你的肤色是什么 他不管你父母到底是从哪来的 所以孩子都是一样的孩子 接受的讯息都是这个讯息 这仗是不得不打 就像您刚才讲的 如何能够在家里面 给小孩这样良好的教育 首先真的就是家长 要好好的装备自己 如果要是各位 目前为止都还只是 礼拜天的基督徒 我劝你现在开始 要加油要努力 要好好的来装备自己 如果你现在在家庭里面 已经遇到这样的问题 欢迎你来我们福老师 这个小组 可以提供帮助 对不对 福老师可不可以把这个 再给我们大家再说一下 如何能够寻求帮助 我相信不管是 观众在哪 我们观众很多也在台湾 台湾现在也被同志运动了 也被这个东西洗脑洗得不行了 而且 马上就是跟着美国的这个后臣 在那里 他们那个背后的操守 做的也是很厉害 所以福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我想我们常常会举办一些讲座 讲座的话就是公开的 那有一些这个 断背山 遇真彩虹 这是我写的一本书 你们也可以自己看书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资讯 有讲座的话来听 那我们现在也正在办一个 种子教师的培训 这都是网上面的资讯 那你可以去接受这些的装备 明白同性恋是怎么一回事 它的来龙去脉是怎么样 刚才我们讲到了如何培育孩子的性别自信 跨性别又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跨性别是最痛苦了 那我们这里有一个家属团契 这个是一个LGBT的家属团契 那么家属团契呢 是一个关闭的 因为我们是保护家长们的隐私 所以如果你家里面真的发生了 有这样子的LGBTQ 甚至它只是一种question 看起来它有这方面性向的困扰的 那这些的家长 我就欢迎你们经过真爱家庭协会 那可以看到我们的性别关系网站 那从这里面呢 找到怎么样的link 可以进到我们要求加入 申请加入 那我们都是要经过interview 看看这个是不是真实 是属于这个同性恋的家属 那我们这个家属团契呢 我稍微做一点介绍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百多个华人的家庭 两年半的时间 已经一百多个家庭 所以不是少数 这是在美国 也有在加拿大 欧亚有一点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家长 陆陆续续的出来 你就会知道说 这个变成一个潮流 所以呢 有一个盖洛普的这个调查机构 他曾经调查呢 就是说Z世代 就是1997年出生到2002年出生的这些年轻人 那他们就是调查18岁以上的 他们自认为是同性恋者 在2020年的时候呢 每六个人当中 有一个人自认他是LGBT 的这个群体 很惊人 很惊人 因为呢 在我刚开始出来做研究 2015年那个时候 我看到的资料都是 大概一般的地区 这个同性恋的族群 大概占3% 一些大都会 像洛杉矶啊 旧金山啊 大概5%多 那不得了了 那就是已经很高了 现在他六个人当中就有一个 那百分之十几 十六十七 而且隔了一年再做 2021年再做 那又有一些比较小的孩子 进入到18岁了 那这个Z世代的里面 变成每五个人当中 有一个自认是LGBT 那你说自认 当然不一定真的就是 但是很多的人 他自己就已经觉得说 我就是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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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在上网这样的查 我就是 所以当他自认他是的时候 他自己在gender的那种 性别的上面呢 他已经有了很大的困惑 你有这样子的dysphoria 对性别有焦虑的话呢 那走在这条路上面 就是一个蛮长 不是说 你马上就可以把它转向 好像说 你不是同性恋啊 你是异性恋 他说No way 好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是 就像你说的 这个仗都已经打到自己家门口了 这不是别人家的事 不是什么族裔的事 我们华裔 我们也要非常非常注意 非常非常了解 这个事实 对 对 好 那也非常感谢福老师 可以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 实在实在是太重要了 很多时候我们 光讨论 然后大家就说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实际的帮助 现在就在这里面 我相信 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是非常关注这个话题 不管你是家长也好 或者是你是 教会里面的教母领袖同工也好 这个话题 现在就是我们 非常重要要关注 很多时候我们说 年轻人要起来 对吧 我们要培育年轻人 做神国的精兵 然后最起码也得有人接教会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他们现在被这种东西困扰 这跟几十年前 发生的事情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就是现在我们的心意 也要更新 我们要知道 现在打的仗是什么 跟以前的仗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自己 大脑里的系统 要重新的restore 然后我们要重新的 去更新这样的一些知识 尤其是现在 孩子在家庭里面 要进入到青春期的 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 所以如果你要是 有这方面的困惑 或者是你已经是 贵家长 就是你的孩子 已经有LGBTQ 这方面的问题的话 来联络福老师 而且福老师 你稍后把这个联络信息 什么网站 我们都放在信息栏里面 欢迎大家去联络 去沟通 好吧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 从你这边 能够得到帮助 然后让我们一起做 容神一人的事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 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谢谢福老师 你今天过来 谢谢 好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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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